下一個題目是 Rake Wikipedia開放國會 Yeah 趁Rake還沒有過來的時候 順便宣傳 如果有人還沒有看過Tech News的那一篇新聞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因為我們難得又上個新聞 雖然不是很好的新聞 那個 中國熱錢來搶智慧聯網商機 魔製台灣人才大師學 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 搭配CNet那一篇新聞一起看就會很精彩 趁Rake還在Settle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要 有人說這條VG線那個頭很小 所以很難差 對 之前也有人反應過 是 我們 終於有機會可以知道就是 每次都隱藏在這邊的維基百科的人 都在做些什麼事情了 對啊 大家知道我們現場有還有 有好幾位維基百科的成員啊 其實還蠻多的耶 對啊 對啊 Settle好了嗎 順道廣告一下 禮拜日有武方圖的 好 交給瑞克 嗨嗨嗨 大家好 以後 再等我一下下讓我開一張圖 對 我的畫面會出去嗎對不對 對啊 所以好 OK 感謝大家 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沒有機會看到你的塗鴉牆上面出現這一張照片 那麼出現了一個好像開會的地方 是的 它是立法院的一場 那很多人應該在去年的3月到4月的期間有進去過 但是進去的方式 對 有一點點不是很合法 那請不要在這邊承認你有進去過 如果被查水錶的話不要怪我 好啦 那但是這一次我們有一個一點點小小的機會可以光明正大的走進去 那我當然意思不是說每個人都可以就是自由進出 那是發生什麼事情呢 因為就是在去年 在去年因為大家進出國會的關係 所以在年底的時候也造成了一些選舉上面的翻盤 所以在今年開始各級政府都慢慢注意到晚軍的存在 好 那在國會在我們的國會在立法院裡頭 除了大家熟悉的那些經常出現在電視螢幕上面的立法委員之外 好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工作人員跟立法有關係 那其中有一群就是他們的國會助理 好 國會助理 那國會助理他們是有一個工會的 有一個工會的 那剛好他們就在前一段時間早上的危機協會 然後就講說我們是不是來開一個一系列的選戰交戰課程 那第一堂就由危機開始 好 可見慢慢都已經重視到這個危機百科登載紀錄 其實在選舉當中會激起很多討論的 好 對自己的老闆不利之內容 好 那所以經過那一次的演講呢 我們就 我就用這個當危機遇上政治為題 你看這個這個這個簡報檔的封面就超級政治的 一邊藍一邊綠 非常的中立 好 那我們就是用當危機遇上政治為題 然後跟他們講了一下就是說 如果他們真的很想要來幫他們老闆 不是洗白 就是幫他們平衡報道 應該要遵守哪一些危機的規則 好 因為危機它是一個工具 我們當然也歡迎國會助理 投入貢獻知識的行業 但是請遵守規則一起來 那如果你在規則合理的狀況之下 做一些平衡報道 我們當然是非常樂見其成 也不能拒人一千里之外 好 這是一個單場單一的一個演講的活動 那本來以為我們的緣分 可能到這邊就結束了 因為某些單位上課就是上一堂 然後不見得聽得進去 好 但是不論他們這些助理 果然比較用功一點 所以接下來又很積極的邀請我們去上了四行的課 那這四堂課就是除了介紹危機精神跟一些規則之外 好 這四堂課就是直接從技術層面 一步一步的教他們從註冊帳號開始 然後怎樣編輯怎樣去找文獻 怎樣上傳照片 甚至我們還偷偷教了一些Wikidata 或是一些其他有的沒的 教他們怎麼在危機上面投票之類的 好 這就是四堂課 那麼 那個我跟上官就真的光明正大的 在有人領路的情況之下 如入無人之境的 就進到了群賢龍 然後就上了這四門課 好 那上完四門課之後呢 我想他們目的應該也達成了吧 就是從現在開始他手上已經掌握了 如何編輯維基百科的工具了 可以順利的幫他們老闆做平衡報道了 好 那但是沒想到他們還更積極的 非常希望 非常希望接下來我們能夠像一般的 維基人一樣 就是說維基協會能不能幫他們做 每個月一次這樣的一個聚會 那這聚會呢 是就是以這個國會助理為主 所以就會接下來可能就會開 這樣的一個固定聚會 那這個動作呢 他們就是有一點這個隱藍入實 不是啊 我就說 就說好 那既然有這樣的一個機會的話呢 那我們也很希望 也很希望 到時候不要我跟上官 每個月花那麼一點的時間 固定花可能一兩個小時進去 陪他們的結果 就是不斷的讓他們為他們老闆做平衡報道 好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透過這樣一個機會 既然有維基人可以進去跟他們 引導他們邊界這個東西 而且我在上課的時候發現 其實有一些國會助理 他除了對他老闆的條目有興趣之外 他們也有他們關心的議題 也有關心的事情 政治議題沒錯 其實坦白說這些人 這些人他們平常為了幫助老闆問證 為了幫助老闆做一些爆料追幣 所以他手上其實會有很多做研究的空間 比如說他可能要研究一下這個法案的利弊 可能要研究一下這個到底哪一些案子 那個有哪一些的資料 所以他們手上其實會接觸到比我們更多更多 就是跟政策 或者是跟一些重大的政治事情相關的材料 那我也很希望說 如果我們有一個機會 能夠讓這些國會助理呢 知道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從國會的這些資源裡面 拿到什麼東西 知道什麼東西 然後由他們來編寫的話 也許這樣的聚會辦下去會變得特別有意義 所以我們就把包括前面的這些活動整理成 還有接下來要準備要辦的這個聚會活動 我們就整理成一個開放國會計畫 開放國會計畫 本來這個計畫應該叫做Open Congress就好了 因為英文翻譯為了讓國外的人搞清楚這個發生在哪裡 然後就加了台湾在後面 好 開放國會計畫 那這個計畫目前呢 我們有一個動作 就是邀請大家一起來參與 如果 我們在這個圓圍記 圓圍記是圓圍記是 有一個動作 那三個 那三個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 第一個 所以 所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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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 對 對 對 那個 對 對 那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主题 请他们去编辑 这个是这个聚会最容易产出的 最容易看到的产出 那接下来我们会问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你希望这个聚会对参与的国会助理们 有什么的影响力 好 好 那这就是说希望这个 参与这些 参与这个聚会的国会助理们 他除了帮助大家写出一些条目的内容之外 我们还希望对他有一些小小的影响 比方说是不是他准备材料给他的老板的时候 可以更科学更中立之类的 那也许我们 他们老板接收到这样比较高品质的材料之后 也许问证的一些品质也会随之而提高 好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如果你对危机的精神有一些些了解的话 你希望他们在这里面学到什么 这个也可以提供给我们参考 就是我们在活动设计上特别加强这一块 那最后还有一个更远程的效果的问题 就你希望这个聚会对台湾政治或社会有出现什么样的效益 那就是说透过国会助理影响他们的老板 他们的老板才影响到谁谁谁 那这个虽然是非常非常远大的目标 我们不保证能够在短期境内见效 但是有梦最美 他最近被放就是还在保外交易 我们就不讲了 那总之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一些 也给我们一些更多的想象 那这些意见到时候我们收集起来之后 我们会评估哪一些东西也许跟危机的这个 就是危机协会的终止 危机协会的计划最接近的 然后也最可行的 我们就会一步一步的去达成它 那希望请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目的 就是希望说我们不要局限在我们自己 少数几个危机人的发想里面 希望大家多多参与来补足我们这个视角的不足 那这个活动会到6月底为止 那我们希望我们希望收集到至少30个 这个愿望不算是非常的难 就希望至少有30个idea 让我们可以稍微挑选 所以好所以第一个请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到可以搜寻这个危机的开放国会计划 然后到这上面去留言 那第二个如果说你暂时还没有任何的想法 那请你到脸书上面 Wikimedia Taiwan Wikimedia Taiwan就是我们协会的这个粉丝专业上面 那现在最上头的就是这个活动的宣传 好请多多帮我们分享到你们的Facebook墙上 好让邀请越来越多人一起加入这个活动 好谢谢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